9月11日,央视新闻通报李一峰本人曾多次嫖娼 他本人对于自己,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已经依法被行政拘留 在平安北京的报道中,虽然没有公开李一峰的名字 但从透露出的关键信息,其实就是实锤了李一峰的违法嫖娼事实 其实,李一峰嫖娼这个事,早在不久前就被网友拔出迹象 首先是网友发现最高检删除了李一峰出演MV 青春需要温度的视频动态 金英奖和华顶奖的官方账号也删除了与李一峰相关的所有动态 最让人觉得实锤的还属央视中秋晚会的节目单 一早前央视中秋晚会单里明确有李一峰演唱 但愿人长久 但不久后央视官网重新编辑了动态 宣传节目单里关于李一峰的节目彻底被删除 关于李一峰的相关种种词条也彻底在热搜爆调 但李一峰本人和工作室迟迟没有回应 只有粉丝一直在空评 此类关乎艺人重大名声的问题 当事人和公司方的沉默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此外 网友还扒出了李一峰早前许多劣迹的事迹 2016年 李一峰开着豪车在朝阳区某处发雨桥蹲相撞 造成车辆及公共损失 但后来根据北京警方通告 李一峰在发生事故后并没有主动报警上告 反而自行离开了现场 并安排拖车将损坏的豪车拖走 最后被罚款2000元扣24分 此外 还有网友扒出李一峰 疑似于网红弯弯恋爱恋爱的证据 大量的细节证明李一峰曾与弯弯一起跨年 在一栋别墅酒店的一间房里共度过几天几夜 当时李一峰的经纪人辟谣说是此虚物有 但当下网友已经不信了 值得一提的是 据传李一峰和弯弯是在韩国艺人李胜利旗下酒店举办的派对中相识 而那间酒吧涉及过众多大丑闻 李一峰从出道至今绯闻不少 但也因为没时锤没回应总是不了了之 再加上他已经35岁恋爱也算正常 但抛开恋爱问题不谈 李一峰的嫖娼是官方报道的事实 是不可争辩无法挽回的错误不要指望舆论包容 因为是自己先迷失在欲望里 如果想吃明星这碗饭还想让自己彻底安全 严格的自律就是唯一的保险带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